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去年我去泰國旅行的時候 認識了一位朋友 他是一個旅行家 他今年65歲 住在泰國青邁一個深山裡的森林裡 他每天可以走60公里的路 但是走多少路,他都不會覺得累 他每天都在森林裡找他喜歡的東西吃 看到河就會跳下去游泳、玩水 他最喜歡就是這樣 雖然我只是跟他相處了一天 但是這一天就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這位朋友是一隻大象 Edu 急小心 天… 天天 快走 我們大象是記憶力最好的動物 其實不是的 很多回憶我都忘記了 好像我小時候吃過一種樹葉 我記得我用鼻子摘它下來的時候 忍耀感覺到上面有很多池 然後將它送進口裡吃的時候 那個味道很清甜 其他樹葉都沒有這個味道 甚至我現在想起口裡都吃到那種味道 但是那棵樹究竟在哪裡 又或者那棵樹葉究竟是甚麼樣子 我就一點印象都沒有 那你說這些回憶算是消失了還是還在呢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在我五歲那年 我還很小 在森林裡面我看上去每一棵樹都覺得很高很大 陽光透過那些樹影射下來 在光同暗之間我看到有很多人影 我整家人都很害怕 媽媽喊得很大聲她想保護我 混亂裡面我感覺到腳有一種刺痛 然後我就暈倒了 醒來的時候我的腳已經被鐵鏈鎖住了 之後那二十年如果我想有東西吃的話 我就要學會跟著音樂做出不同的動作 又或者背著一個很重的鐵架 載著遊客在公園走來走去 我的鐵架很尖 刺到我的背部流血很痛 但是如果我不服從的話 主人就會用一個更尖的鐵鉤插進去我的腳裡 被鐵鏈鎖住我的腳我根本無法反抗 主人, 過了二十多年這些日子之後 有一天我終於去到另一個地方 在那裡我不再需要被人騎 每天我可以像小時候那樣上山走 找我自己喜歡吃的樹葉來吃 喜歡的話還可以跳到河裡游泳玩水 去年的秋天 有一個人來了跟我一起行山 從他的裝扮我知道 他來自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遠到我從來都沒去過 也都不會有機會去到 他最初見到我的時候有點害怕 他為我吃甘蔗和香蕉 我在他手上拿東西吃的時候 我很小心不會碰到他 我很想告訴他 雖然我是這麼大隻 但是其實我可以溫柔到他想像不到 但其實我可以溫柔到他想像不到 我們很快就建立了很好的聯繫 然後我們一起走山 上山下山 游泳玩水 雖然他不知道 雖然他不知道 但是其實我可以感應到他心裡所有的想法 很開心地過了大半天 在回程的時候 那個人 突然間在袋裡拿出了一件事 那件事很小 其中一面會發光 我看過 自從他拿出來之後 我們之前建立了很好的聯繫 一下子消失了 甚至他會舉高他 然後擺起我和他之間 那一刻 我用我的像備 把他那件事掃到地上 他當堂整個人呆了 心跳加速 盤算我是不是會攻擊他 但是他很快從我的眼神裡 就知道我一點惡意都沒有 他伸手出來摸著我的額頭 之前失去了的聯繫也重新建立了 他在地上撿起那件事 放回袋子 然後我們肩並肩地走回去終點 那一刻大將把我的電話掃到地上 我突然間發覺 要記得的東西 其實不需要拍下 他也會記得 要忘記的東西 就算拍下了 也不會再拿出來看 如果那一刻我和大將的相處 都沒有好好地去發掘 又怎麼可以為自己製造更多的回憶呢 之後我走過的每一步路 我都很想盡量記得 原來看過的每一次日落 都是獨一無二的 時間只會向前走 而每一秒都不會再重複 以前我以為回憶 只是過去式 但原來不是 回憶 應該是現在進行式 麥啤 馬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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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